三小只入住大学 演艺之路会不会继续 网友我们胖虎怎么办 我们的小明星一样迁徙 也在慢慢的长大 现在是大学生的 他已经入住大学 开始了大学生活 想必我们对他的大学生活 非常的好奇吧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一样迁徙美好的大学生活 他不再是一如既往的 墙自己藏得严严实实 而是脱掉了装备 大大方方的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他每天和同学们有说有笑 一起上课 一起吃饭 一起就起 生活的有滋有味 网友我们的一样迁徙 会不会不适应大学生活呢 他去学校的第一天 就站在了台上进行了发言 正是因为他考了第一的原因 才有机会上台发言 这也是给了一样迁徙的粉丝 每一看一保养服的机会 他一共有三个室友 他们宿舍一共他们四个人 不过他们过得非常的和谐 他们还经常拍照 来留念自己的大学生活的 可以说大家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可以一样迁徙 已经慢慢习惯了大学生活 大家已经对异 让迁徙放心了吧 还有人说一样迁徙 会不会想念胖虎呢 小编在这想和大家说 在人生的漫漫长河中 没有谁离开谁 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次最好的相聚 我相信胖虎也会默默地 陪伴着异样迁徙的 你们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ug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